欢迎大家观看Javascript开发系列课程之浏览器检测 通过本系列视频的学习 大家可以掌握如何使用navigator对象实现浏览器的检测 以及客户端检测的不同方式 我们为什么要进行浏览器检测呢 因为每个浏览器都有自己特有的属性和方法 我们写的GS代码就很有可能在这个浏览器上能正常运行 但是换一个浏览器就会出现bug 所以说这就要求我们写出的GS代码要最大限度的去兼容主流浏览器 所以我们要进行浏览器检测 首先我们看一下navigator对象 navigator它是window下的一个属性 它本身也是一个对象类型的 这个对象描述的就是浏览器 我们关于navigator对象会学习如何使用navigator来获取浏览器 以及版本号以及浏览器修探器 还有就是检测插件的方式 以及IE中active apps这个空间的检测 还有就是mime类型 下面我们先看一下前两个问题 一个是浏览器及版本号的获取 还有就是浏览器修探器 navigator它已经成为客户端浏览器的标准 每个浏览器中的navigator对象都有自己的属性和方法 我们看一下这张表 它的属性和方法非常多 而且表中也列出了各个浏览 这个各个主流的浏览器是否支持 这些属性和方法呢 咱们主要掌握一些这个常用的就行了 我们下面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要获取浏览器的名称 我们就可以通过navigator对象来获取 navigator这个里面的app name这个属性 保存了这个当前所使用的浏览器的名称 我们先用这个谷歌浏览器看一下 谷歌这个显示的是网警 但是也就说没有显示这个浏览器本身的这个名字 再看一下火狐 火狐显示的也是网警 再看一下这个苹果的这个cephora浏览器 它显示的也是网警 再看一下这个opera这个open浏览器 这个浏览器同样显示的也是这个名称 再看一下最后的我们看一下IE浏览器 它显示的也是这个 也就是说呢 navigator的app name属性不能准确的显示浏览器的名称 下面我们再看一下获取浏览器代理信息的属性 这个呢叫navigator 点什么user agent 浏览器代理信息 我们通过这个属性来得到 我们还是每个浏览器都来看一下 首先看一下火狐 火狐呢 我们大家看一下 这个显示的是mozilla 5.0 然后后边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我当前所使用的操作系统温10 另外呢 这个是这个浏览器所使用的引擎 后边呢 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是谷歌的是吧 这个这个是chrome 然后呢 这个是sifery 这个这两款浏览器 这就是它内部的问题了啊 我们再看一下火狐浏览器 火狐浏览器 它显示的是 同样前面也是mozilla 5.0 然后呢 这个是操作系统 这个是什么浏览器所使用的引擎 最后这个显示的是火狐浏览器当前的版本 我们再看一下 sifery浏览器 这个呢 同样最开始还是什么 mozilla 5.0 这个后边呢 是这款浏览器使用的引擎 后边呢 这个最后这一项就是 sifery浏览器所当前的版本 再看一下open浏览器 这个还是前面还是mozilla 5.0 后边呢 这个是它这款浏览器所使用的引擎 最后这一项显示的是 这个opera浏览器 它当前的版本 我们最后再看一下IE浏览器 IE浏览器 大家看 它开头也是这个mozilla 5.0 然后呢 后边大家看一下 没有显示它的引擎 然后再看这了 版本号在这 我当前这个IE是11的 IE11 这个是 那么我们会发现这几款浏览器 它前面都显示了mozilla 5.0 那么这个属于什么呢 这个属于appcode name属性的值 这个我们称为什么 浏览器名称 通常都是什么 通常都是mozilla 也就说 即使不是这个 即使不是火灰浏览器 它显示的也是这一个 这是得到浏览器代理信息 代理信息 下面我们再看一下 得到浏览器所属的那个平台 Navigator.platform platform 也就是我当前这个电脑的操作系统 运行 谷歌浏览器 显示的是 这个windows 没有显示具体的版本 再看一下火狐 火狐呢 显示的也是这个 再看一下 Safari 也是这个 再看一下opera 也是三 也是这个 下面我们看一下IE 都是一样的 也是这个 好的 这是我们得到一些常用的属性 通过Navigator对象 下面呢 我们看一下浏览器 嗅探器 这是什么东西呢 浏览器 嗅探器呢 其实就是一段GS代码 我们通过这段GS代码呢 可以准确的得到浏览器的名称 版本 还有就是这个浏览器所使用 被使用时所在的那个操作系统 大家看一下 我这已经写好了 这一段GS代码 它可以给你检测出来 你那个浏览器真正的名称 还有实际的版本 这个GS代码呢 这个比较长 所以呢 我们写在了一个单独的GS文件当中 首先呢 我们看一下 如何使用这个GS文件中的代码 我们在上面使用 script的标签 把这个GS文件给它引入一下 这个涉及到的属性 一个是type 指定一下 你引入文件的类型 选择这个text 这个text JavaScript 通过src属性来指明这个GS文件的这个路径以及文件的名称 我这个文件呢 直接放到工程下的GS文件夹下 所以说我们在这儿就需要写相对路径就行了 相对路径就行了 GS下的browser detect GS 好的 那么这样呢 我们就把这个GS文件中的代码加入到了当前这个html文件当中了 这个GS文件里边它最后已经去执行了 就是这句话 就是这句话 执行了之后呢 来看一下我们得到一下这个浏览器的准确的名称 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这个里面的GS代码了 对应的这个类呢是browser detect 也说它这个里面定义了一种类型叫browser detect browser浏览器的意思是吧 detect 通过这访问这里面的属性browser来得到浏览器名称 浏览器名称 我们看一下 首先看一下 谷歌浏览器是否得到的是 Chrome 火狐浏览器 火狐浏览器得到的是firefox 大家看一下 我们通过通过使用这个修摊器准确的得到了每一个浏览器的名称 这个是sifery IE浏览器 IE没问题 下面呢 我们得到一下每一个浏览器的版本 点warsen 再获取一下操作系统 点os 先别看一下 嗯 谷歌浏览器 版本是吧 然后对应的系统 下面我们看一下火狐浏览器 firefox 版本46 然后对应的系统 我们再看一下IE浏览器 IE 然后版本11 然后呢 windows系统 现在呢 我们就可以准确的得到浏览器的名称和版本了 我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判断浏览器的版本 呃 以及浏览器的这个名称 从而实现兼容了 比如说咱们判断浏览器是不是IE6 判断是否是IE6 实现一下这个功能 if 它点什么 点browser 我们先看一下是不是IE浏览器 对吧 是不是IE6 那么浏览器是IE 它什么 等于 internet 什么 一颗斯 blower 这是IE浏览器 而且是IE6 所以并且 得再得到什么 一下版本 它版本看一下是不是小于7 如果满足这两个条件了 说明就是什么 IE6了 那么所以呢 我们在这个时候 因为IE6 存在一些兼容问题 我们这时候就可以处理 IE6的兼容问题了 那么在这里边咱们模拟一下 嗯 IE6 需要 处理兼容问题 这样 运行 我现在用的是什么呀 用的是火狐 所以说它不会出现那个什么 弹出框 再我用一下谷歌 也不会弹出那个对话框来 再看一下 我用一下sephora 也没有弹出来 嗯 咱们最后看一下IE IE也没有弹出来 因为我这个IE是11的 对吧 所以说呢 咱们换成一个低版本了 进入这个开发模式 我们从这儿选一下 我们从这儿选一下 IE6 大家看一下 这个时候就弹出来了 IE6需要处理兼容问题 好的 这一点我们先讲到这儿 感谢大家观看本视频